如果你在一个人生存时,请不要在物品箱中进行这样的操作,否则可能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夜幕相邻,玩家检查了一下自己喂养的动物们,他们一切安好,随后玩家打算冒着黑夜出去探险,他拿着背包里现成的石剑,紧接着又合成了一把铁剑当作备用。 不过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玩家又制作了一个盾牌,随后他便出发了。 夜晚的MC会出现大量的MC怪物,刚出去玩家就遇到了一只苦力怕,刚解决完它之后没多久,又一只苦力怕出现,玩家一一将它们解决,玩事后周围并没有再出现新的怪物,玩家突然觉得很无聊,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生存的原因吧,玩家没有一点想继续玩下去的热情。 随后他想到了一个有关MC的都市传说,那就是将一些红石粉和命名牌用铁针重新修改名字为不辣的,然后将这些被命名为不辣的的红石粉和命名牌分别和一个南瓜灯放在同一个物品箱中,并按照一定的摆放形式,据说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说着,玩家就开始用铁钉制作铁针,没一会儿的功夫,他便将所需要的红石粉和命名牌都准备好了,现在玩家依次将一组红石粉改名为了不辣的,紧接着他将一块命名牌也改名为了不辣的,可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便发生了,当玩家再次打开铁针后,里面显示命名牌的数量变为了64个,What?自己明明刚刚就放进去了一块命名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64个了? 玩家虽然觉得这有些奇怪,但他推测可能是正常的游戏故障,也就没有太在意,接着他就去住所外搞了一块南瓜灯,根据这个都市传说中的描述,玩家接下来需要将这三种材料放在一个空的物品箱中,不过玩家想先用南瓜灯和命名牌来实验,玩家将南瓜灯放在了最中间,接着周围用一圈被修改为Blood的命名牌围了起来。 随后他关闭了物品箱,离开了住所,走到外面静静地等待着,可令玩家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竟真的开始出现异常的现象了。 当玩家爬到瞭望台上查看着周围的情况时,突然距离住所不远处,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这着实吓了玩家一跳,什么情况,怎么大白天的会有闪电劈下来? 玩家赶快返回了住所,查看了物品箱,常物品箱内的物品都一切正常,但是那个用来实验的物品箱中发生了变化,只见一个不死图腾赫然出现,南瓜灯和那些命名牌呢? 等等,不对劲,这个不死图腾的名字好像不对,正常的不死图腾应该叫这个名字,而眼前的这个却叫做死亡图腾。 可这明明就是不死图腾的样子呀,为什么会叫做这个名字? 玩家第一次看到死亡图腾这个名字,看来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 接着玩家拿着这个死亡图腾,按照传说上的内容进行了接下来的操作,他将死亡图腾扔在了一块青金石块上,下一秒移到闪电劈下,接着一个神秘的实体从严而降。 哦,what the,what?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玩家被这个实体的样子吓到了,赶忙远离他跑到了略望台,站在里面他偷偷观察着不远处的那个神秘实体。 但是令玩家疑惑的是,这个实体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是个什么情况? 又观察了一会儿后,玩家决定靠近去看看,可刚下来走了没几步。 那尸体就消失了。 What the,you? 玩家感觉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此时他非常后悔自己进行这个都市传说实验,眼看着天色即将再次进入黑夜,玩家打算将青金石块挖掉,自己不打算继续实验了。 当他准备返回住所时,突然他发现,原本自己耕作的庄稼地变为了一个岩浆池。 同时,上面有六块黑药石,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些土豆子可不能浪费了呀,玩家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土豆子,还差点被岩浆烧嗡屁,还好附近有水。 天色,眼看着已经完全进入了黑夜,玩家想先返回住所待一会儿,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刚回来下一秒回头,住所的门就突然开了一下,结果快速关闭。 我去,是什么东西?玩家本能地拿出了铁键和盾牌,接着他忐忑地走出去查看,出来后他左右查看了一番,并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 接着他又穿过住所前的这些橡树,走到前方查看,这里也一切正常。 难道自己刚刚进住所时,铁门的关闭出现了延迟?玩家随后又尝试了一次,可这次进来后,他发现住所突然变暗了。 仔细一看,原来是住所插的火把都消失了,什么鬼这是,真是离谱回家离谱妈妈给离谱开大门了,后面半句我就不多说了,懂得都懂。 玩家此时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自己真后悔,早知道就不该进行这个实验,随后他再次检查了一下住所周围的情况,当他再次返回住所时,进来的一瞬间,他好像看到前方的物品箱旁,有东西出现。 让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遍,这个东西不就是刚刚那个神秘的实体吗?不过很快,他就消失不见了,玩家此时更加紧张了,自己可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不能这样搞自己吧。 随后玩家再次来到了亮望台,这次上来后,大量的史蒂夫头骨出现,这看起来极其的令人毛骨悚然。 哦!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这玩意儿?玩家迅速地离开,随后他深思熟虑想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一切的诡异现象肯定与那个神秘实体有关,看来想要结束这场闹剧,必须要解决掉那个实体。 于是玩家拿着盾牌和铁剑在矿洞中寻找那个实体的身影,他总感觉那个实体就在这儿,但是找了一番后,并没有发现那个实体的踪迹,玩家便再次上到了地面。 回到住所待着,前方高能即将来袭,请平平的胆小玩家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就在这时,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感涌上了玩家的心头,他总觉得住所内有什么异常发生。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朝着自己的墓床靠近,过来后果不其然,一块告示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助力在这儿。 上面赫然写着,上床睡觉,what? 同时,玩家听到了背后好像传来了声响。 此刻的他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最终,他再三思索下,决定入睡,可就在他躺下的那一瞬间,那个熟悉的实体赫然出现,而本期视频也到此结束了。 哎,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有这样一个MC都市传说,在1.12.2的云山树林中,有一个猫匠隐藏的彩蛋生物,它距离出生点正北约3000个区块,如果玩家足够幸运的话,就可以在那儿见到这个隐藏的彩蛋生物。 本期的玩家,就从距离自己出生点正北方向约3000个区块的地方,成功找到了一片云山树林。 玩家觉得自己很幸运,于是他就将自己的住所搭建在了这儿,他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儿发现那个传说中的隐藏彩蛋生物。 视频开始时,时间内是白天,玩家趁着夜晚到来之前,提前在住所周围插了大量的火把照明,接着他就开始在附近边挖矿边探索。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而时间内的天色也在渐渐地暗了下来。 很快,在玩家不知不觉中,天色就进入了黄昏。 玩家边朝住所的方向赶去,边在路上插火把照明,可走了没几步,突然周围便传来了一声声怪响。 这像是某种生物发出来的声音。 玩家先是本能地愣在原地听了一会儿,想判断这声响是从哪个方位传来的,但是他听了大半天也无法判断。 这声音就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一样,玩家有些恐慌,他迅速地朝着住所靠近。 靠近住所后,那诡异的低火声还未结束,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似乎就在住所的附近。 玩家在住所外又四周观察了一分,突然下一秒,他在不远处的云生树林旁,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 玩家还没反应过来,那身影就朝着玩家跑了过来。 玩家迅速地躲进了住所内,随即这个身影就追到了门口。 透过住所的窗户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身形比较庞大,而且它的样子看起了令人毛骨悚然。 可没多久的功夫,这个东西就在玩家的注视下远离着住所。 玩家随后又在住所内待了片刻后,壮着胆子再次走出去查看。 又走了没几步,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玩家下一秒回头,那个身影又出现了。 玩家迅速地掉头逃跑,慌乱中他跳进了水中,接着游戏就崩溃了。 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嘛。